嗨,大家好,我是金市长 今天分享一下双眼皮手术的当天到术后一个月为止 患者们最常问的问题 患者们在恢复期间的时候会经常问眼睛有点不对称 提眼机的力度感觉两边不一样 或者怎样快速消肿等这些问题 下大决心做的手术 在恢复过程中第一次经历过的情况下感到不安的朋友们 可以把视频看到最后 第一个是手术当天先不要用力睁眼 皱眉或者用力闭眼睛 还有做出大笑等这些表情时 随着眼部周围的肌肉收索 手术部位可能会出血 这最终会造成浮肿和浴青 这时如果眼检处出现出血 或有麻醉液混合的液体的话 用灭菌纱布轻轻擦拭即可 手术当天尽量闭上眼睛 附着冰袋放松以下才是最重要的 手术当天过后第二天早晨可能会发现比昨天眼睛肿了很多 然后早上起来的话眼食和衣物会黏在眼睛上 这时要看着镜子轻轻的用棉棒取出 不要用手指揉眼睛 拆线前尽量用丝巾或毛巾擦脸 手术部位尽量不要沾水 术后第二天眼睛也肿 义无也多的原因早上起来眼睛会模糊 视野也会模糊 不要被这种情况吓到 滴上人工眼泪稍等一会儿后 再用灭菌纱布擦掉 视野就会变得明亮 手术后前三天是一定要注意手术部位的镇定及止血 尽量防止浴青和浮肿的时期 需要坚持做冰敷 做冰敷的方法是 我在很多视频里已经介绍了很多次 大家应该都知道 对呀 认真的做冰敷的话 术后第四天开始 消肿速度就会很快 从这时候开始对眼睛有自信了 会经常照镜子 偶尔看镜子的时候发现两侧眼睛不对称 或两边的紧绷感可能会不一样 这是因为左右两边眼睛的恢复情况和消肿速度不一样的原因 另外睡觉的时候趴到一边的话 那边的眼睛可能会更肿 由于各种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 双眼的恢复速度可能不同 因此请不要对手术出气的不对称感到太大的压力 经过一定程度的恢复时间后都会对称的 不用担心 术后五天之前要按时服用医院开的处房药 偶尔有人会说因为不疼所以没吃 处房药中含有抗生素 正通消炎剂 胃保护剂等 所以按时服用的对恢复带来帮助 偶尔有些顾客会问处房外的其他小种的药 如果一定要吃的话 可以在手术三到四天后开始服用 只做满线法的双眼皮的话 因为没有缝线 最快可以手术后第四到五天开始化妆 切开发双眼皮是每个医院都不一样 一般第四到七天后拆线 拆线后一到两天的话 有线头部位的小窗孔也都恢复好了 建议这时候开始化妆 可以用粉底或鼻鼻霜做皮肤化妆 但是请避免眼线 睫毛膏 眼阴等眼妆 建议用不用用力揉搓 容易卸妆的化妆品来化妆 卸妆水适合使用Biodema的红色盖质 这款比其他卸妆水刺激性少 手术第二周开始服肿也消的差不多 已经恢复到出门也不用介意的程度 偶尔手术后过了两周也白眼球上有血块的情况 医学术以上这是结膜充血 这些就当白眼球的浴青就可以 这些现象随着时间颜色稍微变黄之后 三到四周之间会慢慢消失 所以不用担心 不过比起其他部位的浴青 恢复的慢的是事实 手术后一个月开始 可以化眼妆也可以带美瞳 只是卸妆时 平时揉搓眼部的习惯长期反复的话 可能会使双眼皮线变得模糊或松开 眼皮皮肤也快速下垂 所以最好改掉揉搓眼睛的习惯 手术后一个月开始 可以完全回到日常生活 可以进行激烈的运动 喝酒和吸烟 好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了 双眼皮手术的当天到一个月的注意事项 我认为在双眼皮手术中 患者们最担心的是手术后的恢复 很多患者担心做双眼皮手术后 变成香肠眼 变得不自然 但是手术后出现浮肿的是自然现象 接受适合自己的手术后 耐心的等待的话 就能得到相应的补偿 希望这些内容对双眼皮手术 感兴趣的朋友们带来了帮助 金市长 下一集以更好的内容给大家见面 记得订阅和点赞哦 还有大家有想了解的主题有的话 也可以下面留言哦 拜拜